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若m、m都不等於0 而且4m是21的倍數 3m是14的倍數 那麼他為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A選項 A選項他說 這個4m和3m 必有公因數42 也就是說 42它是什麼呢 4m跟3m最大公因數的因數 也就是說 4m跟3m都有公因數42 那我們看看是不是這樣子 首先 4m是21的倍數 但是21跟4是負值的 所以m它是21的倍數 也就是說m它是21的倍數 我把它寫21h好了 看這裡 3m是14的倍數 而且3跟14負值 所以m它是14的倍數 m它是14的倍數 m它是14的倍數 那這多少呢 2乘以7 k 那我現在 它不是說 4m跟那個 42是不是4m跟3m的公因數 那我現在就把它乘以4 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 4m 4m等於多少 把它乘以4 就2的倍數 乘以3 乘以7h 那這個3m 乘以3 就2乘3 乘7k 那我們看看 4m跟3m的最大公因數 有共同因數2 2乘3乘7 乘以這個共同的因數 就乘以它的最大公因數 h分k的最大公因數 那這個吧 這個是 6742 h k 也就是說4m跟3m 這兩個的最大公因數 是42的倍數 也就是說42是4m的因數 同時也是3m的因數 所以 第一個選項是對的 就是說 4m跟3m它有共同的因數 42這是對的 這樣看來B選項 B選項它說 4m跟3m的最小公因數是42 我們看它的最小公因數 這一個 4m跟3m的最小公因數 頂多是 共同的有2 有2的平方 乘以3乘以7 再乘以這兩個最小公因數 就是h乘以k 除以這兩個最大公因數 hk 這兩個最小公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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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84 這兩個最小公因數 所以b這個是錯的 幅是42 再看看c這個選項 它說n和m必有公因數6 我們看 n和m n和m有沒有公因數6 不一定 這個看是沒有 那如果有的話 這裡一定它有一個公因數6 這樣它才會有公因數6 所以c是錯的 不一定 我們看第一選項 n和m的最小公倍數是7 n和m最小公倍數 nm最小公倍數是6乘7 乘以這兩個最小公倍數 h乘以k 除以h跟k的最大公因數 所以這兩個最小公倍數 至少是12 最少是12 所以不會等於7 所以b這個選項 也是錯的 所以這題 答案要選b 我都會進去 我都會召喚 回答案 我都會召喚 我就會召喚 我都會召喚 我都會召喚